记者谢介宇南投报道,南投县竹山镇7月30日发生的枪击事件,造成两人受伤,其中,头部重担的陈姓被害人,细靠制查卫生的查农,目前仍在医院加护病房与死神拔河中,今日警方与其母亲访谈后,也证实查农与嫌犯之间并无结怨,案发当天刚好付有人之约,才遭此持余之殃。 该案发生后,震惊宁静的山城,尤其,涉案的二名未成年少年,在一家超商外伏击开枪,造成37岁林姓男子腹部及腿部重担,经医治后,已无大碍,另39岁的陈姓男子则是头部重担,迄今尚未脱离险境,涉案二名少年与被害人之间有何深仇大恨? 背后有无不良帮派在操控,也引发各界关注。 南投县警察局竹山警分局侦察队长林在豪说,该案的却是林姓男子与嫌犯之前因在夜市发生口角,之后才引来嫌犯伏击开枪报复,背后并无帮派之使。 教售,训后,警方也依杀人罪嫌修办,南投地方法院少年法庭附训后,则对二贤作出收容的裁定,而从陈某母亲不断替其儿子喊冤,以及调阅案发现场超商监视影带与目击民众证词等相关资料后,案情也已明朗化。 案发当下嫌犯朝林某开枪时,身旁包括陈某在内,上有四位民众,且一听到枪声大作后,大家便赶忙闪避,怎料,陈某头部重弹倒地,陈某母亲说,其儿子暂放手边制查工作,干付友人之约,弃家人接到警方通知其中弹送医救治的讯息,前后不到半个小时,使令人难以置信, 也希望警方能还起儿子清白及公告。 南投县议员蔡仪祝陪同陈某母亲到分局后,也表示,陈某被子弹贯穿头部,历经十多个小时开颅手术后,目前仍在医院家户病房救治,他们家是921寿灾户,他是家中独子,以置差为生,离婚后遇有一男一女,且要抚养年迈双亲, 又有房贷负担,假使顺利脱离险境,日后还要面对漫长的附减及相关医疗费用,对家境不佳的陈柳而言,可说是雪上加霜,希望各界能伸出援手,协助渡过次次难关,其服务处联络电话,049-264-4999。